娃娃娃技程 HELLO大家好 我是 ByZ PRIN 今天的主題是 《 druள extract》 divủ介紹 separating myself 今天我將帶著各位一起走過 爆裂世代中的男神 火紅的赤炎之府 宏修 不是吧,你的臉都會輝出了! 的成長軌跡 紅袖的第一顆陀螺大部分觀眾可能都會認定是為 暴風巨神 但其實不然 樹真正的第一顆陀螺威在漫畫版登場的 B02 紅燕巨神 SF 上下兩側有著兩枚大刃 但因為此刻極淺造成相當容易爆裂 STX 整體為圓形的設計 F軸根據發射角度的不同 可以造成攻擊及持久兩種運行模式 那由於我個人對於初代漫畫就不了解 這邊就不多做贅述 有充足的朋友可以自行去讀下 內容不算太長 來到爆裂世代的動畫第一季 無印片 Tuber陀螺更新成了 B35 暴風巨神 KU 繼承了紅燕巨神的外型 以及異爆的特性 黑疊 整體較為厚實 在當時算是重量較重的 U9 爆裂世代中第一顆藝術才融合的軸心 一旦橡膠面接觸到競技場 便會高速暴衝 SU在出登場即是以天才陀螺手的形式 出現在觀眾眼前 赤紅的雙眼 與銀白的中場法 屬實讓人印象深刻 第一組的打敗 是十分正式且帥氣 然而在第一季中 SU可以說是僅次於大BOSS RUBY的超強陀螺手 但他與RUBY並不相同 RUBY在陀螺技巧上的表現 通常都是像霸斗一樣用聲音拼勝負 但SU並非如此 SU在許多陀螺技巧的表現上 可說是相當優秀 他相當熟練的運用U種的變化特性 自創了許多強力的絕招 而在第一季時 洪修性格可說是相當溫和 與稍後會提到的神世代時期 凶暴的樣子可說是有著天然之別 然而大家在看動畫時 可能會以為SU比霸斗來的年長 但其實並沒有 他們兩位其實是同齡的自由 但SU真的是對於霸斗 百般的呵護及退讓 真的很難讓人相信他們竟然是同年齡 然而在無印篇第一集時 他與霸斗成立下四人 希望在全國大賽能夠對戰 但很可惜的是 洪修在與Rui對戰時 優先前在與邪屋對戰時 暴風巨神已經有些微受損 而在最後即將分出勝負時 被神槍給粉碎 甚至是最後霸斗與Rui的對戰 也沒能替洪修討回公道 這也成為了點燃SU心中 渴望勝利的火焰的契機 這邊補充一下 SU也是初代動畫設定中的四轉黃之一 其他幾位還有白鹿城流 陽光阿九 以及卓妍四凱撒一共四位 瞬言著無印篇來到神世代 主角群們從各國逐漸聚集在一起後 發現了這麼久了都沒有遇見洪修 因此露嘴只要到了snap pit 毒蛇深坑 果不其然SU暫時在裡面 但不一樣的是他變成了假面騎士 Red Eyes 即使在這麼明顯 依然沒有棒的人發現 我想當時咻的心理 應該是OS 酷酷阿 原來我們的友誼都是假的 相處這麼久 沒人認出我 然後刺眼操縱的陀螺 為B86傳說巨神7MR 為爆裂世代首刻 能切換左右迴旋的陀螺 吸鐵偏重心 卻是當時最重的數字點 MR軸為U軸的延伸進化 周圍橡膠改為鋸齒狀 更具攻擊性 然而這邊要提提神世代 一個特別的設定 那就是陀螺俱樂部的設定 紅秋一開始是來到 位於美國的紐約公牛隊 但因為過於渴望力量 因此墮入到了公牛隊老闆 開設了毒蛇深坑 成為了赤員 後來刺眼帶了傳說巨神 四處獵殺強大的陀螺手 直到老對手Ryu的出現 才正式揭開了赤員的真面目 那即是霸斗童年的玩伴 紅秋 希望我們早就有預感了啦 噓 然而失落的樹被公牛隊老闆發現 並說服紅秋捨棄傳說巨神 傳說巨神也成為了暴力世代 一種唯二被捨棄的陀螺 第二顆是死亡所羅門 捨棄傳說巨神後便開始製造全新的陀螺 B100陣魂巨神林立梯 當時虐殺賽場的神之陀螺 搭載了雙迴旋以及橡膠系統 零鐵當時超越七鐵成為最重的點 VB軸 可切換攻擊防禦持久三種模式 陣魂巨神完成後 樹便帶著他 在最後的神奇陀螺手大賽中 不斷暴打其他陀螺手 更粉碎不少陀螺 像是雙擊女神 惡夢神槍 還有霸斗的RV軸 在當時可說是神一般的存在 其實觀眾們可以看得出來 樹基本上已經完全被巨神給控制住了 也曾經說出我就是正魂巨神 之類的中二牌子 來到最終決戰 霸斗為了拯救與樹的友情 兩人拚盡全力創造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對戰 最後也成功擊破了正魂巨神 並讓樹找回了打陀螺的初心 時間走路的超界勢大 隨著劇情的推進 主角刺刃艾卡逐漸黑化 而當上紐約公牛隊老闆的樹 急忙從美國趕來拯救戴卡的心態 此時巨神進化為B128 超Z巨神 0W 力滴大使 擁有超Z世代中V3的超Z覺醒系統 可以防止暴力 靈鐵 擊中 W版 可帶TL版 是極強的吸收型 戰環 ZT大使 力滴軸的大使版本 緊度強化 在後來超戰勇士慘招敗破壞之後 樹也陪著艾卡一起熟悉全新的超Z勇士 而在賊系列動畫介紹的影片中 我也和大家分享過 超Z世代是開始削弱傳說陀螺手的開端 因此快在大開殺戒時 超Z巨神也順勢成為犧牲品 但各位其實不必太傷心 因為都還不到下集修就可以把它修好 最終呢 他也親眼見證了霸斗和艾卡的四季絕展 接著來到紅修直接人間蒸發的世代 GT世代 雖然Shoo在動畫中無登場紀錄 但巨神系列陀螺卻持續推出 B-149 君主巨神 BL-DM-DASH 搭載大量硬直橡膠的兼具攻擊及吸收能力 BL-鐵有三枚可動一翼 重量極重 DM-DASH軸 為DM軸的DASH版本 可以切換六種模式 軸間為橡膠質 而在接下來的這個世代中 術將成為貫穿整條故事線的核心角色 即是超王世代 超王世代在角色的強度拿捏上 確實非常之糟糕 但在紅修的思維運轉上 卻是意外的好 他為了拯救大魔王Lan 想盡了許多辦法 而在各種辦法都已經完全用盡 並且眾人絕望之時 Shoo居然為了獲勝而和Lan組隊 當屬懷想說神絲帶黑華的霸氣修 難道要回歸了嗎 一個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原來是想透過親自於Lan組隊 讓Lan感受到真正所謂友誼是怎麼樣的東西 也利用了和霸斗及黃山的對戰 徹底讓Lan洗白 魔王的漆黑之火 逐漸被與紅修同步的紅蓮聖火吞噬 使大魔王Lan 綻放出一個深藏在自己心中的最強之眼 最後雖然依然輸給了昭日兄弟 這也算是為超王動畫畫下一個還算不錯的結局啦 喔對了 剛才忘了介紹紅修在超王時期使用的陀螺 D172 世界巨神 U-2B 使用翻面切換左右迴旋的設計 帶有彈簧蹊陣的防暴功能 U-軸為U軸-的版本 2B基座 與世界RIM結合時 可有攻擊及防禦兩種模式 而來到了最後的DP世代 目前紅修尚未登場 在DB世代的OP中 也有了紅修的影像 DB巨神也將在8月預定販售 因此能確定秀是一定會回歸的 就只希望秀在DB世代能有良好的表現啦 總結一下紅修這位角色 剛開始登場十分厲害 性格也有如草食動物般溫順 但到了神世代卻有極大的反差 性格殘暴 不斷地等隊脫落 但在成功洗牌後表現就都算是中規中矩 所以我在超王後期的腦洞 讓我真的覺得蠻意外的 而紅修比較大的問題大概就是這些吧 像是紅修必要變強就要捨棄友情 這完全不合理啊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紅修在飾演時期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半個人發現他是紅修 只有六儀而已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誇張 特別是霸斗都已經跟紅修相處這麼久 他戴個面具你就認不出來啦 撇除掉這些問題 紅修真的算是塑造的挺優秀的一位角色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紅修人物傳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這次是和黑夜 Black Knight 合作 那我們等一下會放上黑夜對於紅修這位角色的心得感想 那你們就先去看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黑夜 很高興呢這次能和白神一起合作 然後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紅修這個人物 在那麼多顆巨神裡面我最喜歡的應該是世界巨神 這個功能也很多 可惜的是沒有橡膠啊沒有橡膠部分 別人切換魚旋 也是用最除私的軸心 那紅修這個角色呢是從一開始神世代黑化 之後到超級時代和超王時代就開始 帶領黑化中的愛卡 和白恩啦 很高興這次能和白神一起合作 然後在我的頻道也有另外一支和白神一起合作的影片 有興趣可以過去看一下 那謝謝大家 那今天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或分享 也可以到副頻道點訂閱MV分享的讚 可以去IG追蹤我 那我是白神 各位小白 共美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